我们把小黄花鱼收拾干净以后 给它放到一个大碗当中 给它腌渍一下 那么腌鱼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给够了盐 大约我们这一斤的小黄花鱼 我们要给到五到八克的盐 如果你喜欢吃咸的话 那你就给八克 那这个盐味可以凸显小黄花的这种鲜味 所谓就是淡中有味咸中鲜 然后我们把味精给它放下来 两克 胡椒粉也给到两克 料酒我们也要给一点 料酒主要是给它去腥的 大约我们也是要给到十毫升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葱姜都是十克 十克葱 十克姜 然后再来三克的花椒粒 这个花椒粒很关键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小黄花鱼 中香去异味 就是这个小黄花鱼做干炸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加点花椒 然后我们给它拌匀 调拌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转圈 然后转一下 然后翻转一下 转一下 翻转一下 让每一条鱼均匀的裹匀味道 让它腌制一下 大约五到十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我们往锅里加入油 油的量让它稍微的宽一点 大约在700到750毫升左右的油 因为我们小黄花大约一斤重 你要把小黄花鱼放下去 让它能够飘得起来 油一定要有一定的深度 如果油的深度不够的话 小黄花鱼一沾锅底 它就会焦糊 所以说炸鱼的时候 油一定要宽一点 炸完鱼的油 它有个腥味 老刀教给你个办法 把炸鱼的腥味给它去掉 切两片豆腐扔到油里边 它就会把鱼腥味给它吸走 你剩下的油 你还可以把它炒菜用 虽然我们油炸过了 但是我们没有把它达到腌点 那么油也就不会变性 我们依然可以用来炒菜做烹饪 油我们已经放到锅里了 我们要给它加热到七成热的时候 才能炸鱼 这个时候鱼我们也腌得差不多了 我们要给鱼来拍一下粉 给鱼拍粉的时候 一定要面粉要多一点 大约在300克左右的面粉 然后我们给它拍一下粉 有的时候有葱有姜粘在上面 没关系 让它带着 然后这些葱姜炸完了以后也非常的好吃 包括花椒粒 它炸酥了以后也非常的好吃 鱼肚子里边我们给它填点粉 然后给它抖露出来 放到一边 每一个鱼我们都是这样子来做 先裹两边 然后鱼肚子里边填上粉 来抖露出来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肚子里边如果有了干粉以后 它一炸以后它就会张开 那么它的成熟度就会非常的快 而且也会炸的比较的酥 那如果你让这个鱼肚子呢 把它闭合起来 那它里边呢就没有办法把它炸酥 这是为什么我们做干炸小黄花呢 这个鱼肚子里边要给它鲜油粉 然后再给它抖散的一个原因 我们做干炸小黄花呢 它的鱼鳍是不需要给它剪的 有些老人呢 他吃鱼的时候有个习惯 他把星鳍、尾鳍、背鳍都给它剪掉 其实呢 这个小黄花鱼的星鳍、尾鳍、背鳍 你炸酥了以后吃的时候特别的香酥 而且呢 这些没有鱼刺的感觉也不会卡到喉 所以我们炸好了这个干炸小黄花呀 基本上都能吃 除了鱼脑壳这里边呢 有一块小石头不能吃 其他的基本上都能够吃完 大家呢 多吃一点这样的小黄花鱼 它的蛋白质含量又高 脂肪的含量又低 对吧 那么我们对我们身体健康呢 也很有好处 而且呢 鱼肉特别好消化 对于那种脾胃呢 有点虚的这样的人 可以吃一点小黄花 让它呢 把身体补一起来 我们今天做的干炸小黄花鱼呢 用的是面粉 那为什么我们不用淀粉呢 这里面也是有区别的 是因为这个面粉里面呢 它有一定的蛋白质的含量 所以说它有一定的筋性 那一旦呢 和水结合以后呢 它就会形成那种面筋 那么它就会包裹在鱼的表面 而且是薄薄的一层 那这样的一层的薄薄的粉呢 入锅炸了以后 它就形成一层薄薄的硬壳 那你吃起来呢 这个黄花鱼才会酥脆 如果你用的淀粉呢 因为它没有这种筋性 那它的裹腹力呢 就要降低 那一入锅以后呢 它就散下来了 那你这个鱼肉的表面呢 就没有了保护 那鱼肉呢 就会干就会硬 所以说 我们为了让这个干炸小黄花 外酥里嫩 我们一定要用面粉来裹腹 好 说话间呢 咱们这个油呢 已经到达七成热了 看这个油面呢 它是有一点微微的清烟的 我们把鱼拿起来 两条鱼轻轻的磕一磕 然后呢 同时下锅 这个鱼下锅以后呢 我们不要马上的去推搅它 因为现在呢 那个粉呢 还刚刚好 还在成熟的过程当中 你一推搅它呢 这个鱼肉的粉呢 就比较容易的脱落下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等一等它 大约呢 三十秒四十秒以后 我们来轻轻的推搅它 顺着那个锅边呢 给它转一转 对 让所有的鱼呢 转起来 随着我们炸制的时间的延长呢 所有的鱼鳍呢 都已经伸展开了 这个时候呢 它会特别容易的变酥变脆 很好吃 好 大约一分钟左右的时候啊 我们把鱼呢 给它翻个身 大家看 我们现在这个鱼肚子呢 它已经分开了啊 那这样子炸的时候呢 它才能够把它炸的酥 炸的脆 好了 大约呢 也就是一个面 一分钟的时间 最后呢 我们把鱼背那一面 也炸一下 那么三分钟的时间呢 我们就可以把鱼捞出来的 捞出来的时候呢 是要夹着鱼头 鱼尾向下 这样子呢 它的鱼油呢 就会流到锅里去啊 我们把它放到吸油纸上去啊 鱼头向上 鱼尾向下 看鱼呢 很顺利的就流下来了啊 因为呢 这是一个顺差啊 那么鱼在水里游的时候呢 没有倒着油的啊 它就是往前走的时候 这个阻力是最小的 所以这个鱼呢 也就会很顺利的流下来 大家看 稍微的一碰啊 我们的鱼鳍呢 它就会掉下来 多么的酥脆 我们两葱鱼之间呢 也用吸油纸给它隔开啊 这样子我们可以把多余的油呢 都给它吸到吸油纸里边 这个鱼呢 稍微冷一冷 它会酥脆一点啊 那我们把它呢 放到我们的盘子里边来 把它摆摆整齐 看我们这样一道香酥可口的干辣小花花 就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 这种资格的 我们可以买什么